HELLO 大家好,我是紫遜,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今天这个影片是来记录我的契约生活,到底在忙什么,因为有一张时期没有更新影片,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啦,一开始七月头的时候就比较忙, 那种新声音的camp啊,然后我在一赛七月的时候就搬到一个新房间了,就是这个下一房间,可以看它的墙壁是空空的,就比较空啊,空空白白的,这其实是我自己选的房间来的,因为以前的房间我也是很喜欢,很好,就是在下面一楼吧,不过我一打开窗,就是没有拉窗眼的话,就会跟对面的人面对面到,就旁边拍显尴尬,觉得是拍影片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搬上来一楼之后,我外面呢,就完全看不到对面的人了,只有一个残天大事, 所以就是好像你做运动啊,还有如果你换衣服什么都不用关窗,不用拉窗,你就哇,很赞,我知道这个原因很好笑啊,然后今天终于要来装饰我的房间了,然后我就在淘宝呢,买了这一大个包裹,哇,终于可以开箱了,里面就是来一些装饰, 其实我现在人在新加坡,可是我买淘宝也是超级方便的,而且我用这一个非常特别盛天的迪运公司,就是Nok Express,它的包装挺不错的,还有放很多这种泡沫塑料去保护它,然后它也是有拆分到很好啊,就是可以帮我们省很多的那个重量,然后去省运费,然后它的使用方法超级简单的,首先呢,你只要scan这QR code,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WeChat打开它的小程序,就可以获取仓库地址,然后把它copy到你的淘宝,收货地址,再回去Nok Express那边呢,添加你的快递单号,然后Nok Express收到货之后还会拍照给你看你的包裹,你就可以直接输入你家的地址啊,然后选择运输路线,还有付款方式,然后呢,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在最后付款check out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用马来西亚的online banking的,所以这是超级方便,空运的话就大概五天这样子, 就可以马上寄到你家,然后我很喜欢的是它运费超级划算,它的续重呢,是也每0.1kg计算的,所以比如你今天有1.3kg的货呢,你就只需要还1.3kg的运费,它不会直接帮你进位到1.5啊,或者是2kg的运费去计算,所以就是很划算很值得,真心推荐给大家,而且你小苗这QR code呢,在首次使用的时候就可以享有10%折扣的运费哦,这样我们现在来继续开箱。 OK,这个第一个床,它是一个床单啊哟,因为我看到它,它只是人民币七块九八,超便宜的,然后我看到它费也不错,所以就是想要try看啦,它的质感摸起来有点像紫张的感觉,有点怪怪的,可是应该ok啦,哇哦,这个接下来也是我很期待,这个就是我打算拿来布置我的墙壁,这些好像ins墙纸,而且还有附送这个就是那种圆圆的sticker,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们粘在我的墙壁,这个美美的墙纸,这两个是那种袜子的收纳,因为我就想要把袜子排好一点,所以就买了这两个,希望它好用啦。 哦,我买了两个iPhone 12的手机盒,两个都很美啊,因为我的这个,就是发黄到超严重了,所以我终于买了。 哇哦,这是我买来,好像你可以放那些电线的,把它分割好就不会太乱。 这什么我都忘记了哦。 哦,花瓶的啊。 哇哦,我的干花,好美啊。 哎呀呀,塞塞塞,我还塞着啊。 哇哦,终于我花了,很开心,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就我家的那个苏州,我有很多假花了,所以在这边我终于买到花了。 YES! 这次买的东西呢,都有居家,然后这个呢,它是来着电线的一个盒子,就可以把全部那个extension放在里面。 啊哈! 然后这个是抽屉间的,就给抽屉不要这样乱。 因为我不小心买到两set的,所以有让给我买吗? 一啊,这个最后一个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以下我要去组装一下,现在看不出什么。 它是一个玻璃的那种化妆品收纳。 我觉得它真是很大,然后很好用啊,应该是啊。 试一下,去弄一下。 哦,超大个。 很大个,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它可以自己放,用这个来间隔。 看你的化妆品啊,会很多高。 可以自己间隔。 超乱,一紧张就会让它丢,就很小小。 刚刚装好,然后真的非常喜欢这个set out, 因为它真是可以清楚去分类很多东西。 像这个你可以分,就是好像day use啊,然后mask啊。 然后可能这个就是night use,然后用一个卸妆匙啊。 然后好,这个是那种防晒、lotion那些。 然后放些hand cream。 整个东西就是很好看的哦。 而且它上面其实还有很多格子。 可以放化妆品之类的,可是,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好啊。 这边超级乱的电线。 我现在觉得真是整齐太多了。 而且它很多格子,对我来讲刚刚好啦。 哇,真的很整齐,心情也悦。 然后我的地上也是经常这样散乱这个各种电线charger, 所以要来做一下。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耶! 全部wire都在里面了。 然后这个extension,其实你买小的盒子,它就够装了。 我这次买要比较大一点的盒子了。 然后哦,嗯,就这样子。 接去电脑。 Oh my god, oh my god,很整齐,很整齐。 这个我刚刚粘到一半的墙子咯。 我发觉我比较喜欢之前的墙壁设计。 其实我应该会换,就是stop one咯。 刚刚整齐好一个袜子增取。 然后其实它还有,因为我买两个,所以我还有这个。 这个它其实还可以装内裤之类的。 嘿嘿嘿。 哈喽,大家好,所以现在是一个2021年版本的room tour。 如果跟你们讲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是刚刚我看到有人就check in了我去年的房间,看到它进去。 所以我觉得感觉很特别,就去年我在那边。 然后现在我就把这边做room tour。 本来我没有想要做。 因为我觉得房间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太多人就有拍了。 然后我也觉得现在房间住一年了,就比较像一个很完整很完整的房间了。 甚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买东西很浮夸。 对,所以今天就来给你们看看。 房间里面就是我的晒衣区。 然后呢,这边就是我的房间啦。 有鞋架四层格的,在Japan Home买,才7块9而已。 然后,有朋友送我垃圾桶,素色的。 所以有两个。 刚刚和我的地坛的颜色很配。 OK,然后,Yay! 这样就是我的房间。 只是想跟大家讲,只要有一颗广角的星呢,房间就超级超级的大。 然后这个是外景。 这边其实是老样子啦,就挂着很多板布袋。 然后呢,毛巾啊,yoga map。 然后朋友送我的longry bag,我就有两个。 然后,还有我的一页太大了,放不清楚。 一个体重机。 Yay! 然后还有超级超级多的收纳空间。 很多dravers。 Yay! 去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有外国别国家的lushen先生跟我讲, 哇,你的厨真的很大。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真的是很大。 因为它是两个厨。 所以真的是很多空间。 而且它上面,我几乎都没有用到, 因为真的太多收纳空间了。 这边就是裤子啊,裙子。 然后下面都是一些背包啊,黄绑袋。 还有一些不常用的turt bag鞋带。 然后我的衣服。 然后这边呢,第一个我就放那一内裤啊。 然后这边就放裤子。 这个是毛巾床单。 所以超多空间收拾。 这边就是袜子,还有里面一些腰带。 杂物。 旁边就是一些cleaning supply。 带一下那个vac wipes。 然后那种洗碗页。 抹布啊。 splay ring over 全部的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哦,这个是laundering。 还有一些比较不常用,还有extra的一些保养品。 牙刷之类的。 呀! 然后这个镜子蛮好的, 因为它可以熬各种方向。 所以你就可以站在各种角度去照镜子。 我这边的枕头啊,其实有点多。 因为有些是被人送我的。 然后那个行李,就通常会塞窗底。 桌子下面我就塞包裹。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工作学习区。 然后有电脑那些。 然后这个就是speaker。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书桌。 其实我还没有布置好这边啦,这一块。 所以就这边刚刚好了。 耶! 最后啊,就是我的格子。 希望你们不要觉得闷啦。 现在这边两个都是放适的还有后的。 然后呢,好像有些是我故意放高高的。 因为我不要给自己一直去吃妞特拉。 然后还有那些dupperware,还有碗盒盘。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买碗盒盘的话, 可以去代售买吧。 因为它每个东西都两块钱。 然后而且选择很多又很美。 它每个玻璃盘啊,玻璃碗都只是两块钱而已。 就很美,很值得。 然后中间这个呢,就是那个我的静油宝宝门。 还有我的讯相机diffuser。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那种, 全部Welfast送的那个hand sanitizer, 所以就很多哦。 然后上面一个就是, 放一些电子产品的盒子吧。 旁边啊,你看见。 都是我前面都放bag 挡住。 好像这个叻,就是。 你看哦,它里面都是那种, Facemask啊,还有洗手液,都是。 其实外面去打疫苗就送很多, 然后还没用完。 这边下一个,哎,有一点乱啦。 这个也是人家送我的像谁, 亲戚送的,我还没用过。 然后也是用bag当中, 因为我后面我就放一些出门用的东西哦。 像帽子啊, 鱼服帽, 然后那个眼镜盒啊, 然后雨伞, 还有那些Tissue, Tissue, 口罩, 盒子。 这个是就camera bag哦。 呀,这个是给我给出门用。 嘿嘿嘿。 你看我现在才做一年吧, 我房间就这样的东西。 我真的是想象不到, 如果有一天啊, 我放假要回家, 然后我这些东西全部要搬去哪里。 然后这次的淘宝开箱也没有改造很多。 因为,其实宿舍房间啊, 它的家具, 还有它的设备已经很齐全了。 然后就是有人会问我, 就是很多人会不会买Aircon。 然后我自己是试过有PortableAircon的日子在房间。 然后我没有这样喜欢的是因为它的体积很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阻碍生活空间的感觉。 可是它真的是很凉爽, 就是很life changing, 就是很有品质的生活啦。 然后所以要看你自己的priority是什么。 因为我搬出去之后, 我会觉得我房间整个变大了, 就很豁然开朗。 所以我就会比较prefer现在这样子。 所以应该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希望不会打烟啦。 那今天的Room Tour就到这里, Bye!